我们对神有信心当然是好的 但我们要问的是 我们信的是神 还是我们向神所求的好东西呢 换言之 我们是相信我们的幸福是在于神本身呢 还是在于得到我们所祈求的东西呢 比如当一个人说 他是带着信心祷告 求神让他所服用的药物能奏效 或是求神让他能成功通过一个他很喜欢的工作面试时 他是相信只有那个药奏效了 他的病才会好吗 或是只有他顺利得到他喜欢的工作了 他才会有前途吗 还是他相信的是神本身呢 就是无论那个药适不适合 神若要医治他 神还是可以医治的 或许是借着另一个药或疗程 或许是神亲自操自然的医治 或是无论他最终有否得到那份他很想要的工作 神也能借着各种管道 使他前途无量 人的信心到底是在神本身 还是在药物 好工作 或是某个理想的生活条件呢 今天我们信心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常听到人鼓励我们说 要有信心 不要怀疑神 但究竟是信什么呢 又不要怀疑什么呢 是相信神就是神 无论情况如何 无论他有没有给我们我们想要的 他还是神呢 还是信只要我们迫切向神祷告 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呢 前者是相信神的充足性 就是有神就够了 后者是信 唯有得到自己所求的 我们才会得满足 当然 神绝对有能力将我们所求的给我们 但我们不要把信心放在错误的焦点上 我们能拥有持久的满足和喜乐 并不是来自神能给我们的好东西 乃是来自神本身 有时我们以为我们是相信神 但原来我们不是信神本身就是最好的 乃是信我们向神所求的东西 比神更有价值 如好工作 好配偶 乖孩子 健康 富裕等等 而一旦我们得不到这些好东西 我们就会失望无比 仿佛这些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和根基 其实撒旦并不怕信徒跟神求物质的富裕 或是健康成功等等 因为这些也是世人和非信徒所会求的 并且我们得了这些后 也未必会为主而活 反而可能只有关注这些地上的祝福 而当我们求而得不到这些时 也可能会埋怨上帝 对他失望 所以撒旦不介意我们把信心建立在得取自己想要的事物上 我们虽然可以相信 神若愿意的话 他也必能将我们所求的给我们 但我们更加要相信 即使神没有给 他本身还是足以让我们信任 足以满足我们的 因此我们要确认的是 有神真的够了吗 通常我们以为只有当神把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时 我们的信心才会增长 虽然这也没错 但奇妙的 有时正因为神没有给我们我们所求的 反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仍然向我们施恩 给我们惊喜时 我们便被带到更大的信心 就是得不得到自己想要的也无所谓 只要有神就好 有时当我们所倚靠的好东西都瓦解 而我们只剩下神时 那时我们才会发现 原来有神就够了 的确那位赐应许的神 比他的应许更好 哈巴古书第三章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卷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 诗篇十六篇也说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诗篇六十三篇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在你 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充足性 原来有神就够了 尽管没有外在的祝福 如哈巴古书说的 诗人也宣告 人的好处不在耶华以外 神的慈爱且比生命更好 各位 你相信有神就足够了吗 还是你信的是神必定要成就你所祈求的 你和你所爱之人的人生才会好呢 撒旦时常会跟我们说 有神还不够 你需要更多 你需要人的爱和称许 你需要舒服的人生 你需要成功 你需要更多的钱 那样你才会幸福 人才会看得起你等等 我们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 这也不是说我们跟随神 就要自动放弃 金钱 人的爱 成功等等 在神里面也可以有这些 但神不用靠这些来满足我们 祂自己就能满足我们了 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 不能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 那我们很难不被人世间的变迁和问题摇动 但纵使我们失去一切 也无人能把我们的主耶稣拿走 因为主自己不会撇弃我们的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问 我们是比较相信神呢 还是相信神所能给我们的 我们的喜乐和保障 是建立在神本身呢 还是神所给我们的事物呢 我们向神祈求 也信祂可以给我们 这并没有错 但我们更是要相信 即使神没有将我们所祈求的给我们 祂也能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 祝福我们 盼望我们今天能恢复和诗人一样的心肠 切切地寻求神 可想神 切勿神 因祂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